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民行动已经记录资料库以及灿烂时光节目 联合自播的视讯跟音频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五的晚上10点 在中正大学今生今世广播电台FM88.1的频道当中 会播出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9点半 在公司新闻议题中心拼音的网站 我们会有直播的节目 之后也会在公民行动已经记录资料库的网站上面 会有后续完整的播出 现在要跟他谈这个议题 其实在几个礼拜之前 在太鲁阁花莲太鲁阁 曾经举办的国际马拉松的比赛 那这个国际马拉松比赛 其实它就是很单纯的一个运动 不过因为相关的赞助厂商 其实就是包括了非常重要的 一个远东亚洲水泥的公司参与 那其实如果对花莲的环境议题 有特别的去了解的话大概知道花莲其实很多的民众 返亚泥场返这个水泥场已经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 所以在这一次的马拉松的比赛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厂商参与 当然也引发了当地的环保团体 当地的原住民族的朋友对这样一个现象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满 希望透过这样一个竞赛的过程 这个马拉松比赛的过程能够去表达他们的诉求 那今天节目当中就要来跟他邀请到的是 台湾满野新竹生态协会的律师谢梦宇 谢律师来跟我们谈一下当天的状况 以及这个亚泥场 这个水泥场 他们在当地的环境 以及它所谓的生态 甚至在原住民的相关的部落当中 它造成了什么样的问题 谢律师你好 老师你好 当天你有去参与这样的一个马拉松的活动吗 是的 我们就由我们台湾满野新竹生态协会 还有他们当地的繁亚的一个自修 还有这些公民基金会 以及台湾满野新竹生态协会 我们联合来办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这样 那当天的活动的情形可以稍微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其实这个活动一开始是 我们本来还不晓得说 因为本来台湾满野的路跑 它每年大概大约是在十一月主办 但是今年很奇怪的是 它一直演一直演 好像演到十二月的时候 突然间公告出来 居然上面就挂着这个亚泥的这个名字 那当然对于当地人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不大的一个算是羞辱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泰鲁阁 为什么有名是因为他们那个风景很有名 但是其实大家不晓得 其实泰鲁阁这样的名字 是来自于当地泰鲁阁族人 他们的整个泰鲁阁的名称 那实际上包括整个泰鲁阁国家公民 以及亚年在使用的这个矿区 其实以前都是属于他们这个泰鲁阁族人的一个 生活的一个地方 他们的元宝地 他们的传统领域 然后但是因为后来 因为共产民国来台湾之后 然后就开始占用他们的土地 那在当中有非常非常 他们就被强迫要破迁 离开他们原本生活的地方 甚至像很多地方他们是回不去的 回不去就像亚泥这个部分 那他们就非常的气愤 那对于我们皇后团体而言 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实际上亚年的矿区 部分呢是跟泰鲁阁国家公民有重叠到 那重叠到的部分 照理说应照法律来讲 原则上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应该被开挖的 国家公民被开采 但是因为他们国家公民法第20条 有一个特案专案特许的一个方式 但是在当年很多国家公民化设之后 其实其他16处的矿产都是用净采补偿 也就是我不让你采了 我补偿你的损失 但是就只有养泥还可以继续采 对那所以有造成这样的一个 对于一般人来讲 就像我们环保团体或是一般大众 或者是对当地最感同身受 最有切身之痛的这个泰鲁阁主任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 然后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召善但是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也有非常 因为喜欢路跑的人都非常的爱山林 然后那就有很多的跑者来跟我们讲说 我们是不是要趁这个机会 让亚尼知道 让我们台湾政府知道 让全世界知道说 其实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发动这样的一个思维 那当天到场其实还蛮 就一般的我们环团抗议的一个记者会来讲 参与的跑者是非常的多的 我们当天准备的约目有两三千条的一个红布条 全速发放完毕了 只是还蛮惊人的一件事情 那在记者会的现场当中也 我们大概是他们起跑前一个小时开记者会 那想那边跑者大概来到现场应该也有上百位 特地来跟我们一起参加深远这个记者会 就有上百位 所以其实这个声势是很好的 同时也反映出很多跑者其实或一般民众是非常反对 这个亚洲水林南这边化名赞助继续来挖这个山林这样 这边其实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土地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特别是原住民的传统的领域 这些土地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涉及到环保的问题 我们待会再针对这两部分来进一步的来讨论 不过我想刚刚有讲到说 100多位的朋友在现场也是表达这个所谓的不满意见 甚至也透过了不管是服装或者是其他的布条来去表达他们的这种意见 当场这个不管是亚林也好或是华联县政府也好 不管他们在当场或是后来他们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关于这部分是还蛮可惜的啦 就是华联县政府在当场亚林等等的 他们没有任何回应 他们就也有人之后去问 你们有没有听到前面有人在抗议 有表达什么诉求的声音 他们的官方回来就说 没有啊我们不了解这个状况 没有人跟他们说啦 那当然事后也没有更多的回应 大约就是后来可能会有其他节目的去做一个采访 当然他们还是很坚持 就不采访亚林啦 华联系政府是拒绝 不能说拒绝啦 就是说现场很忙 每次接受采访 那亚林当然就接受了 他们要澄清 不断地强调他们的一个富裕的成果 不断地说当自己是合法取人的这样 OK那其实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谈到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所谓的土地的问题 亚尼厂事实上是在30多年前去这个所谓的设立的 那当时我想也没有相关的原住民族的相关的基本法 或者保护法 甚至连这个概念恐怕都没有 那他们这样的一个设立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这跟很多的传统的原住民族的领域问题是一样的 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的保障 那他们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有什么不可以吗 在当年的时候其实它可以说是一种国化上的 法律上的一种歧视 那其实不要讲我们就这件事情我话说从头的话 可以讲当年他们在亚年使用的那块地 他们从日据时代其实早就很久 不要说日据时代更早以前他们就在使用那块地了 那因为配合产业懂你的问题 那看上这块地要用 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候有一个台湾省三包保留地这个管理办法 他的目的就是说好其实当时要国民政府接管的这个就是也不是接管的 就是说从日本政府这边取回了台湾这块土地的主权 那么可是今天你要去证明说你有这个土地的所有权 要怎么证明也没有任何的凭证 原住民怎么可能会有凭证 就是我祖先就是说我就是用整个地 大家一直不让你传下来 那么他们没有办法提出上海 也许你有契约或许你有日据时代的一个证明 但是他们没有 那没有那这不就说啦 好你没有办法证明你有所有权 那么我先让你登几个跟作权吧 你先跟作个十年 你买十年之后我就把这块地给还给你 因为其实这本质上原本就是他们的了 这是一个前提问题 对 OK好 那到后来在民国56、57一路以来 一直到67年就开始办你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原住民保留地的一个登记 登记不是登记所有权 是登记跟作权 那其实陆陆续续 其实他们一般人来讲 其实都不会知道这个事情 他只是觉得这是我的地 要登记什么 根本不晓得 那只有 所以其实那一大块地 最后只有一成 百分之十的人有去做登记 大概百分之十 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没有登记的 但是你去看那个地基图 在当年其实都测量好的 每一个地号都出现了 当时使用者是谁其实是清楚的 那就是因为亚尼来了 那么秀宁厂公司 要配合这样一个中央政策 他们就不让这九成的人登记 这九成的人到现在其实是求偿无门的 要不回来 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 那剩下的一成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辅助的这个部分 也只有少数人在一开始 他之前可能是村里长或是比较了解状况的人 只有早期有六个人有拿到所有权 那后来呢剩下的大概有可能有好几百多笔 两三百笔的这个登座权的人 那其实不晓得 那么当时候这个亚尼呢就是来了嘛 然后就跟下公所跟县政府来开个协调 62年以后开个协调会 那会中就只是讲说 哎呀 来了之后产业多好啊 出去当地发展等等的 但是在里面都没有讲说 其实你们今天我们来这边你们会永远回不去 你们的这个土地会被我们占用 这个是在当时完全没有提到的部分 没有提到的部分 你如果看当时候的一个会议记录都看得出来 其实都没有提过 那原民会当年我们打的一个宿愿决定 那原民会在理由书当中也讲得很清楚 其实从这个会议记录根本看不出来 所谓的什么全体同意 或是说有跟他们讲说 今天如果你这个地你要徒销 要领补偿 要出租等等的 你可能就会丧失掉你的这个所有权 这在里面根本都没有提到 都没有提到 那说导致说其实当时候也有些人没出息 那有些人补偿费甚至没有领到 那等等 那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发帮补偿费 也是个疑问 之后就当时候的人来讲 他们就是认为说他们根本不晓得说 你今天亚洲水泥来了就不走 他们不知道 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很很很一种历史上一种无法 已经有点无法去完完全全的理性 但是至少就我们现在现存这要看起来 是有点脸孔带骗啦 脸孔带骗 他们根本不了解法律意义是什么 然后你却又叫他们做这种事情 然后在韩国头来说 这些原住民可能就指称他们就是要钱 实际上大多数的原住民 其实他们只是想要回到自己的土地跟土地 也就是说这个土地本来就是原住民族的 那这个还我土地运动也很单纯的就是回到原乡 回到原来的土地 或者是重新的去让这个土地 拥有它的所有权或者是自治权 不过从雅尼的例子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用所谓的半强制的 另一方面是用刚刚谈到哄骗的 另一方面是用所谓利用的这种方式去取得这块土地 那这个30年来 我想这个事情也是发生在30年前 这30多年来 原住民族或是当地的环保团体 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所谓的雅尼的这些问题 或是花莲县政府的问题呢 它的中间的抗争的过程又是什么呢 其实在这个中间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当年东部的环境不好 那有的人族人可能出去有族人留在那边 那留在那边的人因为成为一个既成的事实 那么你们要去抗争 老实讲也有点困难 那他们其实也很相信就是 有部分人觉得说可能当时候雅尼跟我过门讲 或是跟我爸爸妈妈讲 或是跟我讲 20年就会把土地团给我们 那所以他们也就 有部分人也就默默地等待 但是部分人也觉得很奇怪 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一直到后来民国84年的时候 我们自救会的理事长 田出手田女士从日本回来 那刚好那时候是雅尼呢 这个土地使用的租约到期 那么他必须要重新跟这些地主 来做一个协商协谈 那当然这过程大家就发觉 有问题哦 你怎么现在还不还 那后来就大家呼唤而善之后 这个我们这个理事长 田出手田女士 意外的发现两叠文件 那这个文件当中 很多都是看起来像是伪造的 因为笔记都来自 比如说他里面有一个抛弃同意书 有抛弃跟乐权的同意书 可是实际上 他的笔记都来自同一个人 那很多人当时候也没有说 去办什么硬件 那怎么会有人当时候出现了一个硬件 我都没有办了 那为什么没有 所以就发觉这个当中有很多的问题 于是他们就开始组织了这个自救会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开始做了很多层起抗议 但在民国80年代 其实还算是一个封闭的 比较官僚体制的一个社会 那其实他们就处处封闭了 处处封闭 抗争 然后 但老实讲这抗争到之后 那当然也有做过很多的一个冲突 比如说他们有曾经跑去 亚年的矿区里面 就是亚年的厂区 冲进里面说我要在里面种树 这是我的 这是我家 然后也曾经有冲突过 那么一直到后来 他们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 但是因为当时候没有一个 比较相对于专业的一个法力协助 那他们一直没有 当然也跟当时候的政府环境有关 他们一直有的话 顺利的拿回自己的所有秀 那么当年到 他们84年开始抗争 然后到88、89年的时候 沈圆明会 当时候台湾沈圆明会 曾经还要去屠销他们的工作权 这是很好笑的 沈圆明会保护自己 不保护自己同胞 去帮人家屠销工作权 那当然也非常的可笑 那当然在89年的时候 就判决他们就败诉 沈圆明会败诉 然后就确定他们的工作权 可是在那之后 那个因为我们 那个凡亚理事就会得了理事长 沈圆明是做中风了 中风之后就 因为他是整个运动的狠心 那中风之后其实就 没有体力啊 没有心力去管 因为他连化的时候 连记忆都有点错了 那所以在九年代过程当中 后段的时候就开始有点 呃 比较像 比较这个运动就有比较 没有什么人在注意了 那虽然说我们满野跟 国中法律事务所一路也在协助 但是其实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 那一直到后来 我们不断的诉讼的努力之下 那在101年的10月 我们在圆明会得到一个 胜诉的一个输入的决定 那也是针对 我们当时有两位族人 我们就以他们为 来提到 那最后我们在这地方是得到 一个胜诉的一个疏远决定 就是说 跨年省政府和消炎相公所 应该要去做一个实质的调查啦 然后总之 我们就依据这个东西的含义 重新提出申请 但是其实一提出申请 也是拖了两年 拖到今年很意外的 我们其实真的很意外的临时的 就在早上八点被通知 说你们可以来领全状 对 就很莫名其妙的就是这样 突然被通知 然后就领了全状 而且我记得是在路跑的前一天是吗 前三天 三天 所以这是不是有什么政治意涵 或许有 或许不像我们在那边做更大的抗争 让当地的民怨有个出口 但反过头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花莲县政府和秀连强工作 因为秀连强工作 因为秀连强工作从头到尾就是反对的啦 也就是花莲县政府作为主管机关 那其实有权力有力量 有办法去做一个实质上的认定 你就不用让很多当事人都已经走上彩虹桥了 都权力都快要没了 你才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候其实第一代的 当时候有登记工作权人 我们称呼他为第一代 第一代的工作权人其实有好几十位 现在都陆陆续续过世了 就剩下我们现在这两位 其实是还蛮 收拾池海的正义也好 但其实对很多人来讲是很难过的一件事 其实你有能力做 但是也没有好好做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过来请教谢律师 就是已经还了这两位族人这个土地 那其他的土地怎么办 那这两块土地还来之后 他的意义是什么 还能够持续的耕种吗 还是他的对这些族人的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一种 不管是在经济上的价值 还是在心理上面的价值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同时我们要继续回来谈到 雅尼对当地环境所造成的污染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歡迎收看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宗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聯合自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節目在每個禮拜晚上的10點 在中盛大學精神經事廣播電台會播出 那你就要收聽FM88.1 在雲嘉南地區都有機會收聽得到 另外我們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網站上面會進行直播 之後會在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網站上面 也會有後續完整的播出 今天要跟大家談到的是亞泥水泥場 在花蓮已經30多年了 對當地的原住民的土地 以及整個環境造成非常嚴重的傷害 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台灣蠻野新竹生態協會的律師 謝孟宇 謝律師 謝律師 你好 我們剛剛在上段節目當中 也提到花蓮縣政府跟秀林鄉公所 在上個月其實也在經過了這30多年的抗爭之後呢 訴訟之後呢 也還給兩位族人的這個土地 可是我們知道那個地方其實已經造成很嚴重的污染 那還給族人土地 它是有什麼意義嗎 在經濟上面意義 或者在心理上面意義是什麼 那懷疑這兩位 那其他的土地現在的狀況又是如何呢 那其實這兩位是目前受國僅存的第一代的工作群人 那麼我給他們呢第一個在一個原住民運動 環保土地運動來講 它是有一個意義的 因為這是一個分戰非常的久 然後我們提出非常多的證據 其實算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勝利 這也是一個土地正義 以及這個原住民權益的實踐的一個大步 至少在這個意義上是這樣 但是對於他們而言呢 在經濟上的意義就是我真正的取回了我的所有權 但是後續還有很多的問題 就是你很多人可能以為 哇拿回所有權的很好事情告一段落的太好了 那其實不是 這只是前面的第一步而已 那你拿回土地所有權之後 首先第一的問題是我們回得去嗎 他們可以去上面耕作嗎 其實答案是不可以的 原因是因為目前亞洲水泥因為知道這個糾紛存在 所以他們早在可能十幾年前 他們有這個糾紛存在 他們就不再跟我們 跟任何人來地這個租約 至少就有正義的土地是這樣 那他們就是以礦業法第47條 來做一個租金提存的一個方式 你說今天會把4C條去容許說好 今天我要用這塊地 然後我給你租 你不要我給你買 你也不要 那麼我就可以把這筆錢放到法院去 然後我就可以來使用這塊地 所以這是其實有點荒謬的一個法律 也就是說我可以不顧土地所有權人的意願 我們就可以來使用 教使我住在那個地方也沒有影響 就是我就拆就對了 反正我是合法使用 所以亞尼現在目前用的這塊地 就是用他們的地址是以這個法律來使用 因為法律是這樣規定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要回去跟做的話 他們就有權利 依照這個法律幫我們趕走 所以這個環等於沒有環的意思 可以說在權狀上面的名字變成耳文 可是就實際上的利用上來講 我們是不能進去利用的 哇這非常離譜啊 所以其實華年新政府環世後全這一招只是第一步 但是他考慮說完了不關我的事 因為剩下的礦業法不是他管的 是中央管的 是礦物局管的 是立法院去修法的問題 這邊華年新政府其實他無能為力 那當然就把交點轉移到那邊去 那所以說現在他們的話 對於這兩個族人來講 他們也是回不去了 後續的話就是想辦法推動修正環法第四期 因為這是已經涉及到一個主權的破千 而且完完全全犧牲了一個獨立所有權的權益 這是非常極端的一個現象 我覺得這是不符合一個我們憲法 基本人權的保障的一個法題 那當然剛才老師也有提到 那麼這兩位第一代的工作全人已經拿回來了 那剩下的第二代繼承的呢 繼承他們爸爸媽媽或是爺爺奶奶的這樣的一個 工作全人要怎麼辦 那其實曾經我們也協助過他們去打過訴訟 那當然也是部分 那當時候我們一直都認為說 應該是這個原保地的問題 原保地的繼承 根主權計程也應該是由修理相公所華臨政策來做一個處置 但是我們到了好幾年之後 法院告訴我們說 不好意思 這個相關的法律沒有特別規定 所以你要回到土地法土地登記規則 那這個案子呢 應該去找地政事務所 你們不應該找的是相公所或者是縣政府 但是有趣的是我們就在上禮拜 我們就又去地政事務所說 法院叫我們找你們 而他們說沒有沒有沒有 這種事情應該就要去找相公所的憲政策 所以踢皮球開始了 所以我們又面臨一樣的情況 就是當年已經打了這麼多年的訴訟 現在我就想地政事務所 他跟我說不不不 這個業務不是我們成本的 那又陷入了一個踢皮球 陷入一個困境 那當然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當然也是先依照法院的判決來做 因為畢竟我們法院的判決當中 是有已經指的管理器官是誰了 然後那時候看主管辦再說 那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也有到看主管裡面去 開了一個檢查的說明會 因為其實對於很多原住民 他們是在文化上 他們其實很多時候有很多權利 都沒有人告訴他們 你有這個權利 或者他們知道了 我怎麼做這樣 他們請不起律師 找不到有利的人士幫忙 然後加上自己的相公所的人 又不願意那麼積極的協助 那他們很多權利 往往就這樣子被犧牲掉了 或是被喪失了 那上禮拜我們就去開了一個簡單的說明會 就跟這第二代的人說 其實你們現在要用哪些文件可以備齊了 大家可以準備來去做這樣的一個繼承登記 並且跟他們分享 我們第一代工作權人 我們是準備了哪些文件 做了哪些努力 最後可以拿到所謂權 等於說第一步 第二代的人 我們先完成繼承登記 登記成為 變成我們自己是工作權人之後 那下一步 我們再想辦法把工作權變成一個所謂權 所以目前在第二代的部分是這個樣子 但是剛剛講的都是之前跟老師您提過 上次前面我們提過 就是百分之十 沒有根據到工作權的 而且現在還在的人 這工作權目前還存在 那個DG成本上面的人 他有辦法 百分之九十對不對 百分之九十的人 現在是沒有辦法的 他只能透過 老實講 就是一個政策 跟修法的方向改變 才有可能拿回來 否則的話 現行法令 就算是 就像我們專業律師 每個專業律師來看都知道 完全沒有任何法令 依據規矩 看起來這會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雖然已經三十年已經非常漫長了 那接下來這一個包括特別 剛剛談到的 還有百分之九十的人 是沒有辦法 在目前是看不出有什麼 在法令上面可以去取得 取回土地 或是還他們土地的這個做法 我覺得這是一個 讓人家覺得非常生氣 甚至可能也非常憤怒 沮喪的一些事情 不過回到一個更現實的狀況來講 土地的問題也許是比較長遠 可是環境的問題就是 亞泥水泥場 對當地的環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或者是說我們回到另外的角度來看 今天的環境雖然已經有問題 那難道我們可不可以在 現有的狀況之下 讓這個環境 例如說做更多的檢測 或是對更多的要求 讓當地的環境 能夠變得稍微好一點呢 老師你今天提到一個另外一個更重要 也是蠻複雜的一個問題 其實在那個地方 亞泥的礦區 因為他們 老師講早期台灣是以經濟發展為助走 因為台灣有很豐富的山林資源 那麼所以當然礦區 理所當然的是比較早存在的 都沒有問題 對 那我們一直到後來 近代才慢慢有了環境寶物的概念 譬如說我們設置國家公園 或是設置這個水質水量保護具等等的 那它如果國家公園 就是其實 好像78年才設置吧 但是亞泥的礦區在62年就取得了 那我們為了要保護這個環境 也就是說今天把你畫設成國家公園的特別警官區 那在原子上就是淨採了 剛才也會講過 但是亞泥的部分 就只好新神山礦區的部分 卻還是容易他們採 然後他們重疊就是亞泥的礦區 可以採礦的地方 礦區 跟我們這個泰魯可國公園的特別警官區 它重疊了25公頃 那重疊了25公頃 很大對不對 其實不小 但是亞泥就會透過比利時把它稀釋 譬如說他就跟你講 我們我們的重疊不過是25公頃 也不過是泰魯可國公園 可能9萬多公頃 還多少公頃當中的幾千分幾萬分之一 可是這25公頃裡面就有很多的生態了 是啊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 他們會用這種看似 好像沒什麼影響的方式來誤導人家 我想這是非常的 不是很妥當的一個做法 因為畢竟不能採就是不能採 當然他們在裡面也曾經主張過 說我們當年畫設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被通知啊 有行政瑕疵等等 但說實在話 行政瑕疵應該你去做一個行政主動來做整個處理 而不是利用20條來做一個狀案的合作 因為我們原則上如果不讓您採那個地方的話 你要例外遵許一定要非常特別 真的是我們國家當下不用這塊地 挖它不行的這種狀況 極端例外 你加讓它採 不過實際上這幾十年來 現在水泥產業都已經通過於求了 我們每年目前 今年還有33%左右吧 全台灣的外銷 水泥是外銷的 反應的就是 國內根本沒有那麼多的水泥需求 你還有必要在這個地方採礦 你還有 你還可以說你是要為了這個產銷平衡 為了避免這個水泥產業衝擊等等 我想這種說法是說不過去啦 那當然因為他們的礦權 在106年要到齊了 民國106年 那當然我們很是希望說 不管是你本身做申請 或者是我們空局本身做核定的時候 你還有內政部 因為這個國家沒有內政部 至少你要把第一個 你要先把它重疊的部分也畫出去 跟國家公園重疊的部分也畫出去 我想這是最基本 而且我們是老實講是法令上有依據啦 我們可以主張的部分 至少你這個重疊的部分也畫出去嘛 你不要動太多個國家公園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除了太多個國家公園範圍以外 它還是在挖 還是在挖嘛 那這時候有沒有辦法像老師說的 有沒有辦法去做一個管控 嗯 那其實程如大家所知道 那麼也是一樣啦 礦區先在嘛 我們大家雖然現在最流行的環境影響評估法 是在民國83年才有通過的 那依照目前的環保署跟這個礦物署的一個實務見解 他就跟你說 因為這些礦區是早於環評法所存在 除非你當年核定的礦業用地的範圍 有變更 否則他們都不用管理 那其實我們回頭想想看環評法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去控告這些對環境有傷害的行為 那你沒有開發的在那之後的你要做評估 可是你已經開發的像礦業這樣的東西 它是對土地是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傷害 難道不需要說來做一個整體檢 或者是說好 比如說它是之前的 那但是大家都知道說 其實礦學它不是一直一直永久的 它其實每20年要去申請延期 就是延期一次 它是以20年為期 但是原則上會讓你延 這一些譬如說被化社保護區等等的 或是一些特殊的或是基於公益的一些問題 就不讓你繼續演 但是其實其實我們可以說法就是說 今天每20年重新申請一次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新的開發新聞 對不對 每20年你應該再去重新看你整個礦區 整個礦適不適合採礦 然後你應該採取更好的什麼樣的 相跌環境影響的方式 那很可惜啦 我們一直不斷的做倡議 那顯然環保署跟亞洲水泥 其實不太理會我們這樣的一個倡議 對 那我們當然之後 因為老實講 目前的一個現行的一個實務上的運作 對我們提起一個環評的一個公民訴訟來講 也是不太友善 不是很有利 那我們這邊也還在評估啦 那雖然說亞洲水泥一直強調 自己的直升富裕做得很好 那當然或許在國際上也是受到很多的肯定 那我們其實要問一個更上位的問題就是 今天你不開采 你就不需要富裕 對 而且重點是你富裕 你只是跟其他的礦場比 你富裕得很好而已 但是問題是 你真的富裕得很好 就是跟一些很爛的礦場比對你很不錯 跟全世界很多挖礦都不重視環保安定 做得還OK 但是問題是你老實講 四百多個物 當時數種四百多種 你只挑了八十幾種 當已經在裡面喪失的生物都要吸引後 已經不見得一些多植物 對 其實不回來 其實不回來 其實更重要是說 它富裕得了嗎 就是說 雖然跟別人比富裕還不錯 可是真的對環境 這種通常是一種像潑出去的水 它就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那到目前為止 是不是有更好的這種止血的方法 特別是剛剛談到說 它的這個所謂的採礦權已經到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的政府或是我們的民眾 能不能有更大的壓力 就讓這個採礦的權力就停止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們可能要持續關切的問題 因為今天時間到了 我覺得還有好多好多的問題 應該要來跟謝律師繼續的來請教 那希望我們在未來還有機會 來針對這個問題 能夠再進一步的做討論 今天非常謝謝謝律師來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